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靜力平衡 這邊的重點 靜力平衡 所謂的靜力平衡的意思就是 我這個東西現在是靜止的 受力之後仍然保持靜止 原來不會動 不移動 不轉動 現在還是不移動 不轉動 這樣的情況叫做靜力平衡 條件 兩個 一個要合力等於0 一個要合力局等於0 這就是我們未來計算時要用到的想法 如何去計算一個靜力平衡的題目 就是它的合力要等於0 而且合力局也要等於0 如果合力等於0 東西就不會移動 就不會運動 就不會移動 如果合力局等於0 東西就不會轉動 我們講過 力局會造成東西的轉動 會轉動表示有力局 有力局就會轉動 所以呢 就是 合力等於0不移動 合力局等於0就不轉動 有的題目只是單純就問 這個情況下會不會移動 會不會轉動 就看它合力是不是0 或者合力局是不是0就可以了 OK 那 我們前面交了兩個力平衡的條件 就是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那麼它就是會讓合力等於0 如果再多加一個條件叫做 要做在同一直線上 就會造成它的合力局是0 就是為什麼以前跟你講 兩力平衡的時候要跟你說 大小要相同 方向要相反 還多一句叫做做用在一條直線上 因為這樣才會合力等於0 合力局等於0 這就是條件 那減低方法就跟以前一樣 所有力的問題的第一件事就是問誰受力 第二個 受哪些力 把它力圖畫出來 力圖畫完以後呢 就開始去找合力等於0 跟合力局列算式 如果要合力等於0 就是所有的向上力等於所有的向下力 所有的向左等於所有的向右 如果要合力局等於0 就是順時中要等於逆時中 所有順時中的力局加起來 等於所有的逆時中的力局加起來 就是我們的計算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未來解題的時候就像解題的 就是做計算就是這樣做計算的 那我們要請各位注意幾件事情 只要有東西壓住的 卡住的壓到的地方 就會有支撐力 敲敲板 有一端著地 有個支架 敲敲板壓在支架上 支架會給它一個支撐力 敲板壓在地面上 地面也會給它一個支撐力 第二支撐力 我們講支撐力 你覺得它的力量應該向哪邊 向上 你絕大多數的題目 你算它都是向上 可是偶爾會變成像 下 上下 那即時你只要好好練勢 做計算 那你不太需要管它向上還是向下 你假設它向上 結果算算是負的 它應該是什麼 向下 所以沒有什麼關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說支點就是在轉動的時候 沒有動那個點 對不對 那個轉軸沒動那個點 那經濟體可能大家都不動嘛 對不對 大家都不動 所以大家都可以當作支點 所以在經濟體的題目裡面 你的支點可以隨便找 每一點都可以當作支點 那我們會投機取巧 我會取在某個點上 選它之後 我可以少算一點東西 比如說它的力線會通過 它就沒有力舉啦 我就沒有力舉 我可以少算一個嘛 所以我們會放在一個 我不需要的東西上面 讓我能夠計算它能夠減少一點 但是原則上是隨便取都OK的 隨便取都OK的 最後我們國中的題目 大部分都什麼清神、清感、清神、清感 什麼之類的 意思就是說它沒有重量 重量可以忽略不計 所以那幹崗本身是沒有重量的 少數題目是有重量的 那這種如果這根棍子是有重量的 我們有兩種處理方式 第一種 全部集中在中間 第二種 一人一半分兩邊 五公斤重 左邊2.5 右邊2.5 一人一半分兩邊 會有全部放在五公斤中間 但是講這項的前提 那個棍子的形狀是均勻的 比如說是個圓柱體 是個長方體 密度是均勻的 才可以這樣做 可是你們參考上有一種題目是 棒球棒 棒球棒 一頭大 一頭小 那它就不是在中間 它就不是在中間 也不能夠一人一半分兩邊 那你就要把夾省它在某個點上 然後再去做級別算式 不過你大多數的題目都是均勻的目感 所以就有兩種處理方式 方法一集中在中間 方法二一人一半分兩邊 就是你要注意的事情 這就是我們講經理平衡 計算上剛剛跟你說過的 如果考試是計算題 那麼計算的方法就是做什麼 一 合力要是0 向上等於向下 向左等於向右 二 合力舉要是0 所以順順中會等於歷史中 這就是我們在計算上解題上 所需要的想法 了解嗎 OK嗎 OK 很好 好啦 我們做題目 我們先做不用算 這不用算 禁止的東西 受外力要保持禁止 要條件是什麼 叫盡力平衡嘛 對不對 盡力平衡 那我們剛剛講 盡力平衡的條件是什麼 合力等於0 合力舉等於0 保持盡力平衡 必須要合力等於0 合力等於0 合力等於0不會移動 合力等於0不會轉動 所以我們答案選誰 C OK 好 下一個也不用算 原來禁止受到數率作用 合力不等於0 但合力等於0 合力舉是0 那會怎麼樣 合力不等於0 但是合力舉是0 那他會如何 這也是所謂的不用算 就會曉得的 我們找 這個人沒有了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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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24 不在 24 不在 24 不在 2 怎樣 移動 所以呢 這裡會移動 可是不會轉動 所以我們答案選C 這種是不用做計算的題目 也會出的 也會考的 了解一下觀念 好 合力等於0 不移動 合力舉等於0 不轉動就可以了 OK